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五節就是科豪2.16 了 那科豪2.16 了 今天可以說些什麼? 其實上個星期科豪2.16 我打開了一個話題 但是我發現 我又不想這樣碰一碰就算了 就是繼續講一下Nickel Tesla的故事 上個星期我就記得我特意提到 只是集中Nickel Tesla 可以說是一個現代的電池發明之父 他的生平的一些故事 其中一個細節就是在他的生命很長的時間裏面 基本上就是住霸王酒店的 拿他自己幾個專利來刺一下手指就可以住了一輩子 最後他都死在酒店裏 甚至乎他現在死了之後的酒店房 紐約Hotel的3327號房都還在那裡 你還可以租來睡覺的 但是要記住Tesla就死在那裡的 當然如果他來找你 那就更加好了 是不是? 你可以跟名人對話啦 但是我又覺得在他的生命裡面發生 他很多的面向很多知多彩 所以我就要求台長來 不如找多些東西來講Tesla講多一節吧 如果要講Tesla就不只講一節的 因為這個人是一個奇人來的 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介乎一個科學家 和一個我們俗語的說V混混的人 V混混的部分我們就不想說 因為我們在神秘之夜我們有探討過 他真是發明了很多東西的 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但是我們不說奇怪的部分 我們首先要重溫一下他對科學的貢獻 我們覺得你以前提過的 科學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呢? 就是以一些人去命名一些單位 那你可不可以隨手舉一些例 什麼人去命名一些單位? 首先Tesla自己是一個磁場強盜單位 另外就是說譬如那些叫做磁通量 我知道曾幾何時香港也有過那些人網上的gag 你如果要解釋你怎麼進銀子 進那些汽水售賣機上來 懂得分哪個是5元哪個是2元呢? 有一句話叫做硬幣導致磁通量改變 磁通量這個單位其實是用webber 用另一個人來做單位 另外譬如都是磁場單位 但是譬如比Tesla小一萬級的磁場單位 就要用Gauss來做磁場單位 即是Gauss 即是USS 是的 是了 是了 你再數 其實一不覺意說到去 無論長度就沒有了 即是米的那些公仔就沒有了 但是去到磁場 電場 這些你會見到有了 很多的Volt Volt 電 剛才講公率 瓦特 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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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是Newton 如果我們數下去可以做很多的科學系列 單位系列 或者是上訴 這個是其一 他其實沒有受過很嚴格的大學訓練 即是不在學術機構出來 這個也很難得 但是這個是在他們那個年代也挺多人的 那什麼是Tesla Coil 那你都是要用那些電磁殼的東西來去解一解的了 那其實Tesla這個人自己 就很喜歡玩一些電和磁之間轉來轉去的東西來的 那你如果弄了一個 比如說弄了一個線圈 Coyle就是一個線圈 電磁殼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過程裏面 就是你如果將一個電線捲成一個線圈 你就可以將它弄成一個電磁鐵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東西不難明白的 小時候你看那些教育電視 拿一條電線繳住口釘 然後連接了電磁之後 整口釘就變成一個磁鐵這樣吸上來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電磁鐵的原理 但是同時如果你這個線圈不是通直流電 而是通交流電的話 它其實就不停地去產生了一個電磁場的變動在那裡了 那其實你如果簡單點來講 Tesla Coil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 就是有一點點就是 你那些火牛裡面都會有用到這一種這樣的機制的了 你的火牛就是兩個線圈拍在一起 一個線圈就是多些圈 一個就是少些圈 你會發覺就能夠將那個電壓 就能夠做到提升和降低的效果 而且是針對交流電而言的 就是那種利用到這些線圈 擺交流電去和周圍環境 去互相感生那個電磁場的這種現象 其實就是一些Tesla Coil 的東西 那我很難去用一概而論 只有一種的用途 因為其實將那條電線捲成一個圈 然後將它給不同形式的電下去 就是幾乎Tesla會玩的所有東西 所以最後它可以演變出很多種不同的應用 是啊 簡單講講在具體科學上 我們排除了V1 它是真正正在科技上 是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是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你試試想想 如果沒有Tesla Coil 我們今天會玩到什麼東西出來呢 這個大家可以想一想 但一件事情我很想來講的就是 它處於那個年代就正正是由科學 去應用變成科技一個很澎湃的年代 就是有一個人 我想如果你說Tesla 一定要講的就是奧迪生 奧迪生就更加厲害了 就是基本上都沒有大學讀過的 就是完全是一個發明家來的 但是呢 就是他和奧迪生的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科學科技知識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失敗的entrepreneur 一個失敗的企業家 我們看回這個情況就是 在21世紀其實我們那個科學家 變成這個entrepreneur 就是科技人 建成一個企業家 其實又不是太多而已 是 這裏又要講那個角色 為什麼會這樣的變化和轉換呢 是因為你無論科學人 科技人 他需要用到那種更加仔細精細的 儀器技術層面的那個要求越來越高 在特斯拉之前 奧迪生這輩子的人 上集有講到的就是連特斯拉 自己都在Coin Edison 打過工的 那麼 奧迪生是可以 完全只是收拾著那堆物料自己試試一下 有些基本的電路常識就會弄到一件東西出來 但是去到特斯拉 它是需要去結合一些基本的電磁學原理 那些電怎樣生磁 磁怎樣生電 在不同場合 我給直流電好 交流電好 還有低壓電好 高壓電好 它可以淺生出來什麼不同的應用呢 它就完完全全在這個電磁現象裡面玩來玩去 需要多了的東西就是電磁學的知識 然後它就可以做更多不同的儀器 但是到後來 為什麼它想到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是越來越歪歪 越來越歪 越來越不成為這個現實呢? 我上次都有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它沒有一個學院科學家的那種能力 去看到一個原子這麼精細的層面 譬如說在生平後期去想一下 怎樣將這些電磁波的能量去做遙距的傳輸 它就是想 將它那些Tesla Coil 弄到有這麼大 只有這麼大 簡直就好像閃電一樣閃過去 它就是在想這些東西的 如果你甚至乎在網上搜尋Tesla Coil 它就是想 將那些高頻率的高壓電 放進去這樣的線圈 它就可以做一個隔空的傳輸 而它就是沒有想到一個地步將這東西可以scaledown 變成一個很簡單的無線電波裝置 就不需要實際上看到那條閃電這樣閃過去 已經是有個電磁波信號可以傳到過去 甚至乎它都沒有想到 沒有去考慮到那個原子模型 那個原子的結構 原來可以跟它們的電磁波有相互作用的 譬如光電效應的這些東西 甚至乎後來怎樣去 你如果再了解深一點就是說 可以初步了解到激光這件事怎麼產生 或者那些無線電通訊 怎樣結合到當時的那種對於原子模型的認識 你發覺Tesla是沒有想到這個層面的 而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不是在一個學院裡 跟學院那班人的科學知識一直這樣增進的時候呢 你也不會意識到可以發明到一種新的機器 所以它反而跟學院那邊脫節 是令到它的發明能力滯後是有原因在那裡的 但是反過來從事學院研究的人呢 因為它轉了去那個很專業的那個領域的時候 令到它要跳出來將它變成一個產品的能力 相對就是那個機會率就會少了 你會依然看到是有的 甚至我會說去到馬克頓計劃 是產生了很多項的專利在那裡的 但是就是你能不能夠有一個人 可以是已經拿了這裡這麼多的知識 這麼多的專利來去發明這麼多的東西 變成好像有Tesla的那個生命前期的成就越來越難了 這個也可以這麼說的 在馬克頓計劃裡面呢 應該有很多專利 但是大家要記住那個是軍事的project來的嘛 你以為你這麼容易申請專利嗎 應該我猜Richard Feynman都應該很多的 但是它們當時 第一樣的他們沒有想這件事情 第二樣東西就是 它們就算想想 當時也應該有很多那個正義上的限制 Richard Feynman那個自傳有提到的 他們很看不起 他們寧願 他們一幫那幫學院做軍工研究的人 寧願是繼續將心力鑽研在一個學問那裡的 我手上拿著那些專利 他不認為是值錢的東西來的 後來Richard Feynman 他說原來專利可以賣到一塊美金 然後就賣掉了 大家就叫了 原來我可以將這個某某專利賣了之後 換到一塊美金 我現在將一塊美金買了一包糖來請大家吃 然後整個研究人員他們基本上每個人都分到好幾項專利 大家一起去買糖吃 那幫研究人員他們那種學術上 對於知識上的追求 對於那種盈利 謀利上的那種興趣是很渺渺的 你就可以由 Feynman 自傳的故事去看這個描寫了 那這個我想就是 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追求 但是在近代就不同了 去到這幾十年 一個基因改造的技術 你想想一下 就是莫德納一定有人發明了 那時候你介紹過了 但是那個人一發明的時候 他拿了這個專利 我想現在他跟著想一件事就是上市 跟著就分多少股份 哇 我想又回到特斯拉那個年代 就現在想著 如果我做的時候 我發明了一件事 我跟著拿個專利權 專利權跟著我上市 上市之後我就印了多少股票 我現在在想這件事 好了 我們講這個專利的問題 就是上一次你應該有提到的 就是 它是有很多很多批騰的 很多很多專利的 它是很擅長做這件事 有人就傳說一件事就是說 咦 我們想去拿一個專利的時候 我們發覺就是 咦 為什麼特斯拉幾十年前已經拿了這件事 現在拿不到專利呢 所以有一個可以在這裡見面提一提了 就是特斯拉他臨死的時候 死了的時候 聯邦調查局是充公了他的筆記 我不知道聯邦調查局憑什麼可以做這件事 因為那個是私人財產來的 但是這個筆記本身存了下來 大家想一下 有些什麼用 原來他們逐個逐個去看他寫什麼 而誰負責去主導這個審查呢 就是Donald Trump的叔叔叫John Trump Donald Trump有一個名言的 就是我們的叔叔 在沒有這個核子之前 他已經講了核子了 所以叫做Nikler Uncle 所以大家不要看笑Donald Trump的家族 特朗普這個家族其實都挺猛料的 好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譬如在那個名人方面 有些什麼人他們死了之後 他們的手稿和筆記 就是科學家 是要拿出來走去給官方使用 你說是那種去到秘密使用層次那些 我自己都不知道 很多時候都是靠這個手稿捐出來 是當一個文獻性質的 不是一個... 譬如加利略 他的手稿是不是現在是很值錢的? 那你就算是愛因斯坦自己的那些手稿 是不是?他依然有那些計算在那裡 就是拿來給人拍賣的啦 你記不記得那個 好像是俠義相對論 其中一個運算的那個手稿是被李嘉誠賣了的嗎? 你說過了 這個 是啦 是啦 手稿系列嘛 是吧? 手稿系列 然後居禮夫人的手稿呢 那本筆記簿呢 到現在都是有放射性的 但是那些很多時候是由文物的角度來看的 特斯拉為什麼他的手稿多了一陣神秘的色彩呢? 是很多時候他提出了很多那些專利 是很多好像聽起來很神秘的專利 譬如上集都有提到的 講他的那些叫死光 死光的那樣東西 究竟他講到是一個什麼的專利 什麼的發明呢? 就是當時就是連這幫這樣的聯邦調查局 甚至是特地聘請那些專家來揭一揭 看他其實在想什麼 但是後來發覺其實都似乎 距離那個真正的實用呢 可以發明到的機率 還有很大的距離 去到這裡就要和你分開啦 為什麼呢? 你說我是官方公佈的版本來的 陰謀論 陰謀論公佈的版本來的 很多東西都告訴你 其實這些東西很流的 你不用看的了 現在傳說就是它裡面原來有很多堅人在那裡 不過就不告訴你們 收起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神秘知識和科學新知識之間的分別 我們就講後一段時間 你就講官方一段時間 那究竟誰準呢? 那我又不覺得大家一定要偏向誰了 就是大家對所有官方公佈的資料都應該要抱定 抱一定懷疑的態度在那裡 但是另外一方面 由後來事後孔明的角度去看 真正的死光我們現在是現實世界上出現了的 就是激光 是不是? 而且功率可以做到很強 那種光不只是拿來去殺人的 不只是武器那麼簡單的 就是通訊那方面 很多其他的應用 我想就是說如果特斯拉 他真的看到今時今日的激光這種概念 我想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都是會拿這件事來去玩一下 然後自己又繼續去砌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天分來的 他的想像力很強 你周恒閣說 他人的想像力是 你不會 因為他說他自己要量一個機器出來 他全部在腦裡面 就是不用劃織 在腦裡面 全部可以已經游了 你說一個普通人怎麼可以做到這個地步呢? 回應剛才大家討論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比如特斯拉 他有沒有一些秘密 很厲害的東西 現在官方在那裡扣起呢? 我覺得是一個基準的 就是所有這些推算 推測 想像 都要基於我們現在認知的物理學的知識 就是這個無論是神秘學或者科學 我們都應該用這個態度 如果違反了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違反的可能性存不存在呢? 我們照計我們現在有一個科學的標準 可以回答到這些問題的 是 舉個例子 譬如說他有種力 他研究可以劈開地球的兩邊的 那你就問這個問題 在科學上這個講法成不成立 物理學 我覺得這個可以回應到大家對陰謀論 對這些傳說中的傳言 可以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去判斷 嗯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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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隔壁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隔壁的那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 那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的嘛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按鈕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了 好啦,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